一人小兵兵,日前上律师谢郑录主持的高点,郑郑有词,三小夫妻谈权生感情的经验。 小兵兵特录,曾新订婚前协议书,律师团也提供三种夫妻财产制,共社会带政参考。 小兵兵上谢郑录节目郑郑有词,图高点提供同心出身的一人小兵兵。 团队小兵,移民兵都曾在演艺圈展露头角,女生又闪婚,但笑女子蒙蒙兵,之后又离婚兴起一阵风爹。 小兵兵说,其实与情妻对于金钱价值观差异,是彼此婚姻触交的原因之一。 以前只要开心手头见村,她的幸福气,时常大方请客替朋友付钱。 团队小兵兵都说,你真是我听过比文艺圈大哥提出手还阔绰的人。 小兵兵在新婚阶段重新不手感,放了招呼卡给前妻使用。 当时从大陆工作反台,一出手就是一组八万多人的化妆品。 她后来因为攀天营业下滑,跟前妻讨论需节省一点。 但是前妻的告语习惯不愿改变,在超市买还百亿和四百多。 前妻可以一次买个时光盒,她在前头一直把东西放进推出, 活在后面偷偷放回县上,这样还是可已婚的两万。 小兵兵与前妻曾签订婚前协议书。 从小兵兵脸书,小兵兵接着透露, 其实两人结婚前,曾到前妻跟妈妈见面时签订婚前协议书。 第一条是让女女女不要生小孩,第二条是女女不能离婚, 第三条热道时离婚,财产要留给小小兵。 律师拍着熊竟然忍不住发言说, 招婚前协议书听起来,是以为了离婚为前提。 小兵是违反公式联徒。 节目中谈大夫妻之间,如何并有为全收感情。 律师女一张提报夫妻财产,有三种分配方法。 分别是夫妻共同财产制,夫妻法定财产制, 及夫妻分别财产制, 谢正如与最浅显一等的方式说明。 国人大多采用夫妻法定财产制, 也就是在婚姻高续层序中, 从结婚第一天到离婚那日间的财产,直接处以爱。 夫妻各持一半,正正委词,主持人谢正如。 从高点提供。